首相乃杜斯里纳吉今天中午抵达中国北京 受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正明等官员的接机 根据行程 首相将与中国总理克强展开马中双边会议 商讨贸易投资、教育、国防、农业、旅游文化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 双边会谈结束后将发表马中联合声明 预计马中两国将签署至少20项的合作量解备忘录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纳多斯里马秀强透露 中国曾经是大马最大棕油出口国 由于遭受大豆油冲击邻国印尼的竞争 如今以华落至排名第三在印尼及欧洲之后 而去年同期比较 大马棕油对中国出口今年更锐减了50% 明天首相将和李克强共商中国扩大棕油进口的项目 因为所以我说以前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 那慢慢跌了 所以严重了 一月到六月跌50% 这个是严重 所以目标 所以我早一个月又来 明天首相要去 不只是捕捉这个问题 要增加我们的中油 私人界方面 还包括和中国核建签署协议 由中方投资今年初动土的 彭亨北根绿色工业园区 中油树空国制造纸浆计划 此外 首相此趟访华焦点之一 将是和中国著名企业大亨马云会面 推荐阿里巴巴旗下集团的 阿里Trip合作计划 向中国推广大马旅游 而首相是否和马云 展开其他数码经济合作的项目 被委任其重要职位 备受关注 首相此趟官室访问 也将体验中国高铁 搭乘晚访天津 并参观河北固安工业园区 11月3号 首相也将在钓鱼台国兵馆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四远会谈 并共进晚餐 八度空间 王禄彤 韦一亭 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